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明大开始这边已经开始榨油了 现在呢我到这边村子里 最德高望重的榨油人 谭爷爷家里面 看看他们家是怎么榨油的 他是村子里资历最深的 老山茶油技术顾问 谭市的西北西南 本来就石头多 土少 特别适合茶树生长 漫山遍野的茶花 大家看到没有真漂亮 现在呢我就在这山上了 然后呢背后这棵茶树呢 其实已经经历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谭爷爷的爸爸栽种的 现在已经长成参天的大茶树了 大家知道吗 一棵茶树啊 从刚开始栽种到第一次结果 它要经历六年时间 然后往后的时间 就是每一个产季是经历 秋冬春夏秋五季 才能够产出茶籽油来 啊 茶花是漂亮 全身都是宝 啊 谭爷爷在前面了 我们得跟上它 气喘吁吁的年轻人 可不容易啊 在这里啊 生茶籽的壳还能去腊肉呢 特别的香 这就是谭爷爷家的腊肉了 你看这怎么熏的啊 下面有茶树的树枝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谭奶奶 播出来的那个茶籽的 那个果皮 一起熏的 哎 这个腊肉好香 我已经等不及了 湖南有个酒宴村 有游海之称 现在满树都是香奈儿 哎呀 说笑了 山茶花那个是雪塔茶花 我今天见到的是 野生的油山茶 用来榨油的不一样 谭爷爷 您大油大概多久了 大概六十多年 哦 六十多年 让我想想看您是从几年开始 我二十年去就搞掉 哦 二十岁啊 二十年去 现在呢 拐头的 我一只左右呢 要穿个下子 就在团 嗯 他告诉我 这边山上的是中国原生种野生山茶果子 特别小 出油率也很低 可是 出来的油却很厚 燃点也更高一些 是特别适合中国人高温烹调的 如果追求煎炒烹炸的猛烈过气 这一款可是首选 我现在所在的炼油坊 可以看到湖南当地这边 古法炼油的所有的技术 我听村里的老人说 这种古法压榨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 山茶油的特殊香气呢 跟每一步骤的小细节特别相关 这里的所有的熏制过程 全部都是在柴火下完成的 我手里的这根呢 就是我们山茶树的树枝 熏蒸的这个就是茶树的果子 这个果子一般是在寒露之后开始采摘的 然后采摘完之后呢 它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暴晒 然后暴晒之后呢 会要拣选一些 就是没有果壳的果子 放到这儿就开始我们的那个熏蒸了 这个蒸的部分呢 大概会持续两到三个小时 一定要到上面的水蒸器没有了之后 它才算烘干了 我还以为这是糖炒栗子呢 怎么感觉谭爷爷变年轻了 没有 您是谭爷爷孙子吗 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啊 谭爷刚刚告诉我说 古代跟现在的古法 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区别 比如说原来是脚踩的 我们吃得到脚皮的味道 现在都是手了 那能告诉我有哪些改良吗 改良的话 我们以前像谭爷爷他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手工 用那个抹粉嘛 现在的我们改良的手背 来抹粉更加精细了 更加粗油又高了 保住 保证那个原生原来的香味了 那整一个过程的话 这边要全部填满才可以吗 不用 你看它它果的量 量多少就也差不多了 这样子也可以开始打粉了 烘干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碾碎的过程 把果壳和里面的籽做分离 我们这里要先的手背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哦 放在里面 对 放在这个里面 对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没事我们就把这里 从粉从这里打出来 这就是粉了 这就是打粉 好香啊 对 对 好香啊 粉的粉以后呢 我们再做下一步的计划 去开始蒸粉 在后面呢 它会有一个黏粉 黏粉之后呢 会把那个粉呢 再次蒸起来 之后才能压榨 所以过程非常的长 大致呢 最后进场 从熏蒸开始 要持续六个小时 才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山茶油 我们先把这个茶粉呢 放在这个蒸锅里面 把它蒸熟 蒸熟以后呢 我们在那里载成型 做饼 炸熟以后 做饼熟的顺便 是 的 是不是 是 我们在那里面 我们在这一段 我们在那里面 就在那里面 我们在那里面 看了 今年果子收成好不好 现在多少钱一斤 我能问吗 可以 现在像这种农库的话 我们一般是卖60块钱一斤 是这样的 那也吃不起 感觉好贵 不贵 有好的话就不算贵 不过我听说外面要一百来块钱一斤 对 有这个情况 哇 这是干嘛 这个是炒饼 这是茶饼对不对 这是茶饼 刚刚用那个粉蒸出来的 除完油以后 就是茶饼了 把这个茶饼把它撬出来以后 它就把那个布把它撕掉 里面的茶饼可以拿来洗头发 可以泡脚 是有很多的作用的 真的 像我晚上洗头泡脚可以有吗 可以 完全可以 那明天就还我漂漂泉了 可以可以 这个体力活 这个是体力活 这样长得有很多的劲 对啊 这个打得下来 你看 古代也是这样吗 古代也是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是 这是铁栓 古代也是铁栓吗 古代那个时候 有那种密竹子做成的栓栓 后来在改革以后 它就有一种铁子出来 就开始做铁栓了 但是现在这种铁栓越做越好了 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对 这个纸是什么纸 这是 这是它的布 是布 对 这是我们装上的棉芒布 棉芒 这个棉芒布 为什么要用这个 棉芒布它里面包裹了一个什么呢 包裹了有一股香味在里面 它棉芒过滤 都有很多的作用的 油里面没杂质 没杂质 对 它棉芒的力度很高 所以说把这个油里面包裹的油渣 把油是酥鸡过滤出来的 所以说油比较香 比较香 对 它这种布不是普通的 它是棉芒 我们穿的衣服那种棉芒布 它可以耐高温 过滤这方面都可以的 比较防堡的 比较好 这种一般人还不能做 这个体力活 一般人做不了 我去做我 现在就算我这个胖子 我后面就直接苗条的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这个做不了 然后我在晚上用这个洗头洗脚 对吧 对对对 好的 考虑一下 我给你安排上 我给你安排上 我可以试一下敲吗 我看到你能不能敲下来 你试一下 我手套还是新的 待遇不错啊 待遇不错 这个简直 这个新工人上岗了 对新工人上岗 我敲不出来老板要扣工资了 好紧张 你敲不下来是扣工资的 完了完了完了 我好好敲啊 对 你要用力敲啊 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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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不是的 它这个有个方法的 怎么敲啊 你看这一边 和两边不同 看到没有 我们先要敲这边 先要敲这边 它有两个面 这种硬变它有两个面 我们先敲这个面 你看 这样拿着 把力放手往后面一点 把力敲边上 先把边上敲出来 对 这个你不行的 这个会扣 会把工资会扣掉的 真的 笑不傻 完了完了 老板靠工资了 对 你看 你看我来 你养手套 我不用你看 好厉害 看 另外一边怎么敲 我可以再吸一下 还是这样 要打这个边 边上一点 用力 再用力 干什么 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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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吧 工资不扣了 我要把生产东西弄坏了 还不行 还不行 你以为 人家的东西都很简单 对 其实并不是这样 所有东西它每一个过程 都是有细节的 对 你得专业人士才能完成 这整个榨油的过程 是的 它有技巧的 它不是说你用麻 你打得出来 它是有技巧的 对 所以这个布你看 这个布它就是 你刚刚说的棉麻的 对 它有过滤效果的 过滤效果 对 对 哇 你不要说 这全都是体力活 对 这个是体力活 一般的年轻性做不了 像我们 你看 我这个布倒这么多 你看 好没用 对 你看 打开了 你看 这个布里面它不会影响它的味道 还是 不会 它是密码的 所以是不会影响它的 你看 所以一定是环保 对 对 不能够 以前它是用什么的 它是用那种 稻杆 稻杆 它还是不是很卫生的 它有那个稻杆灰 什么东西 它在里面 这样的话能包出来 你看 结结实实的全部 就没有东西残留了 没有残留 把它搞出来 所以说 你看 全部是这个里面包裹在里面 你看 就这样的 这其实也是改良 改良了 这个是改良的一个东西 我派过倒杆板的 对 大个马的它就有这个弄一下 所以非常科学 没跳过不知道男 男在哪 对 厉害 我呢比较会偷懒 门口呢 他们正在把那个圈 一个一个整平行了 完了就更好地出油嘛 这个体力活我干不了 前面已经 证实过了 我这是越帮越忙 我在这呢 还不如干点我力所能及的 这边的女主人告诉我 这个 我们本来的山茶木的火堂里面 在烘焙咱们的山茶有果子的时候 刚好 可以把鸡蛋 外面呢 罩上浸了水的纸巾 包起来 扔进火堂 就可以烤了 然后等那个 咱们的山茶籽烘焙干了 我们的鸡蛋也熟了 现在好饿啊 我觉得趁他们没发现 先吃个鸡蛋啊 你们不要说出去啊 从骨划炸油的这个方式来讲呢 它是用木桶炸出来的 现在的改良的呢 它是用一压的 还是用物理往前面推出来的 挤压出来的 和骨划的没有两个区别 人工现在太会厉害了 现在改成电了 用推进出来 接上油 真好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饼上上去 这能炸出多少多 这个啊 大概这么一炸的话 大概五十来斤吧 五十来斤 对 这些五十来斤的油 大概需要多少斤茶籽啊 大概两百斤左右 这个价油力算高的啊 嗯 算低的 算低的啊 因为老杀是没有什么油的 老杀是没有油的 对 那如果是那种用撞的呢 撞的还低 还有吗 大概多少 大概那种的话 应该是在四十来斤左右 对 把这个压起来 放好 然后我们就把饼打开把它压紧 来 对 关于这片油海 还流传着一个 听起来不太靠谱的传说 曾经在乾隆晚年的千首宴上面 有一位来自南越恒山最长寿的老人 据说已经有一百四十一岁了 老人说 一辈子吃茶油 百病不生 乾隆为老人提对 花甲重开 茶香天三七岁月 古西双庆寿月 增一度春秋 我带你去看一下 我们的现代化的工艺了 好 走 我们从古法榨出的油以后 我们要做的好的成分 我们做上茶的话呢 我们作为 把里面的杂质 不好的东西把它提炼出来 哦 是精炼的过程 精炼的过程 整个精炼过程 全部都是给里面完成 出一吨油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要历经四十八个小时 才能够做出一个产品出来 怪不得我看 刚刚我们炸的那个油啊 古法的是黑黑的 对 带点黑黑的 里面带点油 有点小小杂质在里面 哦 所以我们现代化出来的这个油 它是透亮的 透亮的 更加安全的 里面 那些杂质是都是不好的吗 那也不是 不能这么说 它把杂质提提出来 以后把品质更加上水了 好比你有轻微的毒 但是它有很多的功效 你像刚刚说的那个洗脚啦 洗头发啦 是对这事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车镜啊 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必须像我一样 经过全方位的消毒 然后呢 这边整一个流转的过程 是全封闭式的 所以在保证整一个茶油 本身的原香的基础上 去除了杂质 得到了精炼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滴都是陈彻透亮的 终于可以吃饭了 我吃饭的时候觉得 哇 这里茶山上的人 怎么会放那么多油在菜里呢 可是吃起来又非常清爽 真是不差钱啊 我已经闻了一天的山茶油香了 这香味随着叶色越来越浓 我才发现 这原来是从厨房传出来的 现在我要例行我的公式了 毕竟我是以在厨房偷吃闻名的 跟着我一起吗 里的野山茶籽油 燃点可以达到240度以上 实在是出锅气呀 香就一个字 这个辣椒跟这个山茶油 有什么讲究吗 辣椒和山茶油的话 把山茶油倒到锅里面 把辣椒煸一下 把那个辣味煸出来以后 那个辣椒芝士的香味 不会有辣味 哇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煸 这样把油放在里面 把辣椒煸一下 就把辣椒的辣粉煸出来了 把香味留在里面 好期待 这个Champ Table 我感觉是 我本年度吃的最原汁原味 最有感受的一个 因为我是看着整一个的 那个山茶油生产工艺 然后再落地到 咱们这边本土的食材 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味 好期待 好 这油豆腐 胖得让人心动 如果不是这样的高温 可是找不出来的 刚刚看到这个油泡出来的时候 我真觉得 山茶油泡出来就不一样 对啊 长红 红 那个颜色也不同 对 你看它 它普通的植物油泡的颜色 金黄的 金颤颤的 对吗 感觉放着光了 对 这边油我觉得 放多一点 我也不觉得腻 不觉得腻 山茶油是不腻的 不腻的 吃而不腻的 这个东西吃在里面 真的很香 然后这边呢 这是鸡肉 我们加上的土鸡 然后这个汤汁浓郁 又比较清甜 有果甜味 它会特别的浓稠 然后甜 对 发甜 它用别的油烧不出吗 用别的烧不出来 它烧不出口感出来的 包括这个颜色你看 奇怪了 它也有点黄沉沉的 对 它烧出来 有油脂不同 这个鱼我觉得也不错 湖南当地的 是不花鳞片的 这是什么鱼 这是我们的鲰鱼 我们的鲰鱼 对 这个鲰鱼的话 你看这个油 你看 黄黄的 我们一般烧出来 那个鱼汤是发白的 咱们这儿是发黄的 我们的上面是发黄的 里面是发白的 它山茶油就是这个特效 它油浮在上面 它体现这个山茶油的一个价值在里面 我懂了 所以就是咱们做鱼汤油也要多放 对 可以多放一点点 那它不会念的 这就是咱们的年菜了吗 嗯 其实差不多吧 真的啊 哎呀 我今天不年嘞 客人来的 我们其实鸡嘛 鱼嘛 豆腐嘛 像小传统的大招待客人嘛 这是最大的礼节 太棒了